二位荷兰生活 今天去马克罗看一下 这附近停车场很大 位置很少 以前很大很大 这是一个大的货运公司来的 货运公司 怎么讲呢 很多货都有 车子推一个新 要硬币 哎呀完了 硬币也不行的 口罩都忘记了 今天那个 有公司卡才可以 没有公司卡不让你进去的 只有开定的 开公司的那些呢 才可以 刷卡 今天看看那个 餐馆里用的东西 看起来有什么要买的 快过年到底早点准备 刚才像那个 门口那里 那个 要那个口罩 那个 然后 还要了 一个门枕 门的就是那种 有点 有点 形状跟那个 硬币差不多 那一种 那个 可以放在车子里 让我进去 进不去 那个 它这里两圈楼啊 什么东西都有 几乎那个 很大 这段时间就是那个 圣诞礼物这些东西 圣诞节的 装饰品是最火的了 因为大家都要 也要过年 过季照样过的嘛 虽然说变得 那个 飞银期间呢 然后你这里看到的价格 以后是针对公司 它是不含税的 然后税的话 算起来税也要打上去的 然后 非食品率的税是 百分之二十一 食品率的税是 百分之九 是荷兰的 那个 所以说你看到的价格 不过因为公司嘛 公司它用的话 它那个公司 那个税可以退回来的 比如说 税务局那个税先加上去 然后到时候 到时候就是说 用了之后 一个季度它会 那个 用其他方 会那个 把那个税啊 退回来 这样子 当然相对来讲 它会那个 对私人来讲 它会那个 它是买东西 也试用的话 可能会贵一点的 因为税还在扩去的 这边是非食品区域 刚才是 然后这边过去的是食品 比如说那个 啤酒啊 红酒啊 比如说他们那个 荷兰的啤酒那个 卖不了了 也可以去这里批发 用回中国去卖 都有的 那个 那个 就洗粒啤酒 这地碗线呢 你们讲的地碗线 还有这些 那个 弄好的 龙虾 虾 那个之类的 也是 也是文化的原因 它这边就是 喜欢吃 加工好的 因为工艺化嘛 常比较简单 大量那个 不像中国那样的细腻 那个 因为那样如果产生大量的人工成本 那个 大量的人工成本 那样的 这两件太大了 这个时候 我反而不喜欢 那个 做得很辛苦 特别是你要找某某东西 时间很赶的时候 今天呢 最近那个 那个 飞银又厉害起来了 嗯 嗯 然后那个 戴口罩呢 放了有点 非常的不习惯 因为我现在到我都在家里 很少去那个 外面买东西 我对了那个 以前那个奶粉啊 我们做的贸易的是 奶粉局是这里定的 那个 都是一个板 一个板 一个板 都是五百个奶粉局 就像牛奶奶粉 现在没有做了呀 然后一定就是说 那个八千块啊 或者十几万块奶粉啊 那个 几十万的那个 这样的那个 就定了 他们直接共产了一个月 安排多少固定的时间 批发过来 批发过来 樓上还有一层那个 这里的东西 价格挺贵的 不质量 当然呢 质量也好了 因为准备餐馆 它那个 使用的频率很大 那么 耐磨损啊 大概不要说 不过确实有些帮忙 非常漂亮 那个 因为它不仅是有荷兰的 有中国的 还有什么摩洛哥 土耳其 埃及的那个 对啊 这些人做日本餐的这些人 泡沫那个 非常漂亮